今天咱们聊一个又沉重又刺激的话题 如果您觉得我是在制造焦虑贩卖焦虑 那您就赶紧划走 如果你是90后 我也劝你赶紧离开 免得吓到你 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前两天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知性主播 在他的节目里提了这么一个观点 他说2052年将是非常刺激的一年 为什么 因为这一年恰好是1992年出生的人 开始领退休金的年份 当然前提是我们的退休年龄制度如果不变的话 那么2052年谁是焦社保健的主力呢 是2022年出生的人 可能有的朋友已经意识到了 这中间有巨大的人数上的差异 1992年出生的人口呢 是2137万人 但是2022年出生的人口只有956万 也就是说 咱们简单的可以去这么理解 就是956万人交的社保 2000多万人去花 你想想这不够刺激吗 听他这么说完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啊 我就赶紧去查了有关的资料 结果查完之后 我得出了两个非常令人沮丧的结论 第一个 2052年只是刺激的开始 后边会越来越刺激 第二个结论 90后是我见过的最惨的一代人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得先解释几个基本的概念 因为我相信屏幕前肯定有不少朋友 跟我这个70后一样 对于养老的很多基本的概念呢 是刚刚才开始关注 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 比方说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过去工作了这么多年啊 每个月都交纳养老金 到现在这个钱积累起来也不少了吧 那到我养老的时候呢 那我可能省着点花 再有点别的什么积蓄 那还是不错的嘛 对吧 未来是可期的 这就说明了 我们很多人对于养老金的这个制度 对社保制度呢 存在很多认知上的偏差和空白 中国的社保和养老体系啊 采用的是一种限收限付的模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世代季之间进行转移的 也就是说 今天现在收上来的这个社保金 要用来支付现在领取养老金的这个需求 那举个例子 大家听起来就会更明白 比方说 我妈 她是1947年出生的 那她退休这20来年的时间里边 她所领取的退休金 并不是她之前存进去的 而是我们这代人 存在这个基本养老账户 这个大池子里边的钱 就是收我们的这个社保钱 然后呢 用来支付给他们的这个退休金 这种限收限付制呢 也是大多数国家在养老和社保体系当中所采取的一种通行的模式 那么同样的道理 等到我退休的时候 那么我要从这个基本养老账户资金这个大池子里去支取我养老金的时候 那么这个钱也是当时的年轻人在缴纳社保的时候 他们存进去 就是下一代人要养上一代人 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差以30年来去计算的话 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更容易去理解 也就是比方说1960年出生的人 那么他们到时候领的养老金呢 是由1990年出生的人向基本养老账户里去缴纳的这些社保钱 那么这种限收限付的体制呢 那么它有一个它有诸多的好处啊 但是它也有一个前提 就是代际之间的这个人数啊 应该是要基本均衡的才比较可行 如果代际之间不均衡 那要看是怎么个不均衡啊 第一种情况就是像我跟我爸这样的啊 我是1976年出生的 我们那年的出生人口呢是1875万 但我爸那个1946年出生的人口呢 总人口大概是1086万 你看1875万的人啊 去工作缴纳社保冲进这个大石子里 去养活1086万人 那就负负有余 甚至还有结余 从这张图表上我们都能看出来啊 可能从我们这个年代开始呢 这个社会的这种下一代养上一代的这种模式 其实还是行得通的 为什么 因为年轻代人出生要远比我们要养的那代人人数要多吧 就是孩子比父母人数多 那怎么都好办 那么以此类推呢 我们其实也就不难发现 等到90后来成为这个社会主力的时候 问题可就来了 其实仔细看旁边这张图表 我们就能知道90后所面临的问题有多么的触目惊心 我们举例子看 今年是2023年 我们还以30年的间隔来去作为一个计算的一个尺度的话 我们看到说1993年出生人口是2143万 那么他们这代人呢 现在是这个社会的主力军 而他们要负担的是在今年要新增的退休人员是1963年出生的2787万人 这中间600多万人数差距 也就是说2143万的93年出生的90后 要去想办法养活比自己多600多万的父母这一辈 但是摆在我们眼前的更现实的一个问题是 父母个个都需要养老 但是90后可不是人人都有工作 人人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在经济环境出现这个下行趋势的这个今天 90后能够把这个社会能够支撑下去 恐怕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那么这些还只是问题的开始 我们看到1963年开始一直到1970年 71年72年的这波婴儿潮 现在变成了从2023年开始 我们要面对的庞大的退休潮 而承担这份压力的就是90后的这些社会主力军 好那么就算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 我们说这个转移支付也好 财政补贴也好 这些90后辛辛苦苦的把父母这代人的养老问题解决了 那么等到他们老的时候情况会更加严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